香辰 下火車回來首爾了 旁邊就是剛才搭的那輛火車 我們終於來到首爾的酒店了 剛才搭的士 司機載我們 去了一個 不知什麼地方 但是因為我不懂表達那裡不是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只要照下車 然後找地圖 幸好它不是很遠 只是走五分鐘左右 OK的 好 我們先去Check-in 我要入鏡了 你要入鏡了 對 我回來了 你回來了 來到羽翼島 想看看去年新開的一間百貨公司 今天一直看到很多人 星期六 給大家看看 和庫山是兩個世界 全部都是人 糟了 我有些人群很對證 人山人海 真是人山人海 超級大 我剛剛上網看資料 是說這個暫時是首爾最大的商場 但是真的 嘩 好漂亮 商場實在太多人了 我很害怕 然後我又沒中過COVID 所以更加害怕 我打算出來去漢江公園看看 我看到裡面有很多大的 brand 下面那幾層又有少許小眾的 brand 但是實在太多太多人了 是不是不應該星期六來呢 好多好多人野餐 在前面那裡 真啊 這裡有很多小小的攤檔 有炸雞 吃不吃 吃啊吃啊吃啊 有串燒啊 好像很好吃啊 這個 我們終於可以不是很飽的情況下 看到這些串燒了 我要吃這個 有炒年糕和魚膏 有炒年糕 那我先吃 好啊我們買些什麼吃啊 我們是韓國野餐初體驗啊 就這樣坐在地上 有沙的 你怕不怕 我不怕 我也不怕 那可以啊 來這裡好像比行商場開心 我覺得 那個感覺 糟了 是不是放太多 而且我老了 竟然喜歡在這個公園那裡 吃這個腸仔和串燒野餐 多過行商場 很不像我啊 對著這裡 漢桿 還有我啊 哈哈哈哈 多云米 多云米 竟然剛好讓我找到一張椅子 就不用坐在地上了 雖然不是超級好吃的那種 但是別有一番風味 我們走走走 看到這邊 又有很多攤檔啊 這個肉很棒 對啊 超厚啊 感覺很好吃啊 這裡是有很多種不同的麵 然後馬上煮 我們放棄百貨公司了 反正昨天都走完 那現在呢 就出發去明洞 我們竟然在7點之前 趕得及來唱錢 我們現在是有錢人了 沒錯 可以去賣錢 沒錯 這張椅包塞不下去 對啊 好漿糊糊 現在有幾十萬元 好開心啊 哈哈 我們剛才在明洞一出來 因為趕著去唱錢 沒有拍到給大家看 但是一會兒都可以拍一下 是挺唏噓的 這裡很多店都收拾了 很大的Line Friend 我不知道他是裝修還是什麼 總之就下閘了 然後以前那些Edge House 很多不同的店 全部都關掉了 多了很多新的店 也都沒有了很多 我們以前已熟能場的店 我就覺得 剛才我所說的就是這裡 應該大家都會認得 明洞的六號出口 現在是很冷清很冷清 你看到旁邊兩棟的建築 都是什麼都沒有了 那些店很多都是這樣圍著板 裡面沒有了東西 這麼多層都沒有東西 這裡是連續四間店都刺的 以前是Banita Co 但是可能因為今天是星期六 我覺得人流都多 多啊 就算多人 比我想像中如果是這麼多東西收拾了 應該不會這麼多人的 但是 到處都是人 是雞蛋糕啊 我想買一個啊 很通緣啊 好像這麼美 我們突然進了一間pop up store 有些很可愛的東西 它是cookies and cream的杏仁 然後旁邊有Tiramisu味的杏仁 再旁邊這裡 Styleized Pancake 波子汽水 好像顏色似的 這裡有黑糖珍珠奶茶味 還有這個脫肥乳酪味 你不是試生嗎 你看看在做什麼 我留一包給你選 多謝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打算坐巴士 然後去廣仲市場 吃什麼 吃牛 吃什麼牛 韓牛 不是啊 明天才會吃韓牛 是嗎 我們要吃山牛肉 吃山牛 你可不如不要 幾分鐘之後就忘記了 一路巴士過對面馬路 已經有山牛肉吃了 這裡 哇 真的很多年沒來過了 現在是每間都有山牛肉 還有每間都很多人 咦 是啊 今天是山牛肉之夜 大家都知道山牛肉 我們又出去了 是啊 咦 讓我找一下 是這條街了 根據風格 看到哪一間多人 就進來了 我叫了一個很可愛的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它的樣子有點像栗子 究竟它裡面有沒有酒精 我也不知道 應該有吧 也不知道 然後為什麼進來呢 就是 你看 全部都是韓國人吃的 是山牛肉 這裡挺大碟 這裡是17000元 韓國的山牛肉 底部有很多水里 所以吃下去會有甜味 不是腥味 我自己是蠻喜歡 這次是第三至第四次來吃 這樣一口有牛肉 又有梨 很爽 看到這麼多河梅在排隊 我都覺得自己要參與一份 有個依依是一路一路的搓粉團 然後一路炸起 哦 原來就是 這個豆腐 是否熱 熱啊 這個是熱的 真的是齋翁 但是我覺得它不貴 1000瓦才是6元左右 都挺划算的 夠熱已經加了很多分 嗯 我還一直吃到脆脆的皮 是嗎 因為我咬得很脆不薄 好啦 我們吃完這個應該都 差不多要找路回酒店了 好的 是啊 那我們明天再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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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